很棒的图书馆 我们新开的图书馆 民众的使用率在全高雄市的排名 都是前几名 好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 透过这个所谓的使用率的部分 来去看到民众对于图书馆的需求 那过去这三年开的这些馆 那可能大概是在哪些位置 过去三年 在我们97年底 就是在南马 南马家 南马家 南马家的图书馆 它在南子国小旁边 很漂亮 那个是绿建筑 有一年八八水灾 那个绿建筑有雨水回收系统 那个水灾就是左南地区大停水 那它的雨水回收一千多吨的雨水 可以提供社区居民 提回去冲马桶或浇花 做这个使用上的一个处理 那南马家图书馆盖得非常棒 所以后来我们的左兴图书馆 我们的小港图书馆 在去年都开馆 那左兴现在是高宏市使用率第一名的图书馆 是 它每一天几乎进馆都要排队 是 那这个借书量 在暑假期间 大概一个月借六万本书出去 那它的建筑外观跟内在都非常的棒 得到三个大奖 包括国家卓越建设奖 还有这个我们高宏市的都市设计大厂 那还有今年的延远奖 那它也是一个绿建筑 也得了 都得了 对都得了 该得的都得了 对 那这个 还有小港分馆 小港分馆 就是小港区的第一座图书馆 我想小港区本来有一个小港分馆 在86年空大成立之后 因为大学要有一个图书馆 所以那时候给空大当图书馆 但是小港区的民众一直在反映 那我们小港区怎么没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势力图书馆 所以市长这个上任很重视这个问题 那这个图书馆也创了一个记录 就两年两个月 市长去会刊到盖完 两年两个月完成 780天 打破所有的记录 压力很大 压力非常大 那这个图书馆 它的使用率 现在一个月借数量 大概三万多本 那也非常棒 大概排前六名 高宏市的排名 排前六名 那这个也得到今年的园约奖 那最重要它是绿建筑得到黄金级绿建筑 它九项指标得了八个指标 所以在小港地区的民众 也非常自豪说 我们的小港区也有这么漂亮的图书馆 所以未来四年 除了新总馆之外 我想整个师傅团队在图书馆也非常的重视 包括今年下个月 这个人物的第二个图书馆 城关分馆 也要开馆 大概在9月24号 这么快就又有一个好消息 对那明年我们大洞艺术中心 那大洞艺术中心大概明年3月左右 在凤山 在凤山 那它的四栋建筑里面有一栋是图书馆 那这个图书馆我们大概也会朝艺术图书的方向的特色 对现在大家很喜欢艺术 十二大艺术 那包括音乐 戏剧 舞蹈 美术 文学等等 那我们建筑也是十二大艺术的一环 所以现在建筑界 业界 他们也希望在里面有一个建筑美学专区的一个架构 那他们现在也发起了建筑业界的一个这个募款 他们希望买更多建筑的书来支持这样的图书馆 所以我想明年的大洞也是非常有规模的一个图书馆 那之后还有包括我们前镇的第二个图书馆 草芽分馆 我们现在跟前镇国中合作 正在做设计规划 那另外三民区的河堤社区 那合体国小的新建 那现在也预计要做一个合体分馆 那合体国小的位置就在这个民族路跟玉城路交叉 那未来那个地方呢 算是三民区的第四个图书馆 那三民区的人口非常的多 那这样的一个图书馆的数量 其实不是非常充裕 那如果合体分馆盖完之后呢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规模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新总管 103年底要开馆 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政策的目标 是 我们刚刚听完这一些就是未来几年 就是图书馆还会增加哪一些新据点的规划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好像这个图书资源的平均分配 也有那么一点点对症下药的意味 因为包括这个新草药地区 或者草药地区 以及这个合体社区这边 大家都是一个这个人口聚集非常多的地方 那当然就像陈如刚刚管长所提到的 这个三民区在县市合并之前 是数一数二的大区 合并之后还是一样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这些这个图书馆的资源 在未来的话 有哪一些即将要启动 那相信对于该地区的培养 阅读人口也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在这个回过头来思考的是 那假设现在呢 那么多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分配 或者是新建或者是规划 我们已经开始在着手进行 其实在县市合并之后呢 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究竟要怎么做到高高评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所有的图书资源 现在还有没有哪一些地区 是觉得说 应该可以加一贯 可以倒三贯 还可以让地方上更容易清净书本 是我想合并之后 要让所有的民众感受 合并的效益 所以市长的阅读政策 有四年计划 四年计划 地方加两亿的经费 所以高雄市的图书馆 其实除了盖新馆之外 几乎每个馆都已经改造完成 就是说可能内部都没同样 对 存在阳明图书馆 是 过去是福伦斯任养 那这个其实投资的不是非常的多 那民众的使用率不高 那我们在98年争取教育部的空间改造计划 它改造完 哇 它使用率增加一倍 它本来一个月接大概7000本书 现在接大概15000本书 哇 这个效益怎么这么样的 对 而且它今年获得教育部空间改造 南部评鉴的第一名 就表示我们用最少的资源 大概花了600多万 那整个楼层将近1000坪 那改造效益非常高 那当然不只是只有阳明 包括今年我们的宝珠分馆 三明分馆跟宁亚分馆都不一样 所以高雄市过去改造成功的经验 就是民众会觉得每个分馆 多项成品 那每个图书馆都非常舒适 明亮 那阅读氛围非常棒 那所以市场也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希望原来高雄县的图书馆 也能够整体提升 所以未来四年计划 每一年我们有4000万的经费 那今年议会也支持 已经通过 那4000万的经费 就是说每一个乡镇 原来乡镇的图书馆 它落水的问题 或是整个空间不理想的问题 比较年久 失修欠缺这个 对 那我们就会趁这4年全部把它改造起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4年有1亿6千万的经费 要优先来改造所有的图书馆 让60个分馆的落差 不要说有的馆这么棒 有的馆怎么这样 我们会让它感觉所有的空间都是非常舒服的 所有阅读的氛围都能够吸引我们的市民朋友进去看书 像最近的茂林图书馆 它也空间改造完成 对 所以连茂林都已经 非常漂亮 像茂林图书馆 三个月开幕 大家去都非常满意 所以现在大家到这个茂林 搞不好可以逛一下图书馆 因为也许这未来会变成地方上一个新的景点 是 是 是 那包括6月1号我们的大社分馆 那大社分馆我们前乡长 那现在的市议员张胜夫张议员 他非常支持在乡长时代就支持1000万的经费 那今年6月1号我们也把它改造完成 现在大社乡的图书馆也非常漂亮 我们希望每一个原来高宏县的图书馆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图书馆 是 所以我们听到现在呢 开始有一个小小的结论了 就是能够吸引大家走进图书馆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当大家走进去就觉得 哇 这空间实在是太舒适了 那怎么可能会不爱书呢 那未来或许这个高宏市的图书馆 每一座都会是一个 算是地标型的建筑物 是 这样列起来 我们都希望每个图书馆都能够成为 每一个社区的一文中心 那它也是一个所有艺文活动 或是所有的阅读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每个图书馆的空间 如果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想高宏市整体的艺文风气 文化风气跟阅读风气都会提升 所以等于它就是一个社区型的 一个艺文据点 现在就是有一点类似是这样子 对 对 好 所以现在在这个大高崇地区 大家如果说发现这个图书馆走进去逛一逛 会发现这个跟以前你既定的印象很不一样 如果你最近没走进去的话 是 是 好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那我们说这个到目前为止呢 可能到目前为止甚至是这个 未来几年的所谓大高崇这个图书的政策 刚其实馆长有跟我们大家提到 所谓的四年计划 那这个四年计划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比较针对这个所谓的硬体建筑 至少内部的空间要让大家觉得说 进去你待得住能够喜欢 其实喜欢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说了这个喜欢阅读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我们当然现在透过整体的这个图书馆 整体形象的改造可以去做个培养 但是习惯这件事情 好像如果我已经长这么大了 我说我从来不看书现在要爱书 那是不是比较有困难呢 我想我刚报告过的我们这个四大计划里面 阅读政策市长的阅读政策 那其中第二大政策就是购书经费的增加 我们购书经费一年大概现在将近五千万的经费 那五千万的经费六十个图书馆 其实过去在原来高雄县的乡镇图书馆 有很多的图书馆它是没有购书经费的 或是说它的购书经费只有几万块 那现在我们整个市府的支持 我们每个图书馆的购书经费 最少都几十万的经费 好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这个未来几年赶快走进图书馆 感受一下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氛围 不要讲未来几年 从现在开始 那当然就是说高雄市的这个图书呢 图书馆所有的这个形象 可以说是整个翻新 那当然在这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这么多有关 未来高雄市图书馆 会怎么样进行一个大改变的过程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 如果说你今天还没看书的话 赶快去借一本来翻一下 我们谢谢图书馆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跟我们商量起来 我们下个礼拜同时见 下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